传闻在这座偏僻的小镇上 每隔27年 就会有一个面目真年的小丑出现 他通常会住在小镇的下水道里 靠吃镇上的小孩为生 这就是全球最高票房的恐怖片 《小丑回魂》 故事开始 男孩的纸船被雨水冲进了下水道 当他弯腰尝试去捡时 漆黑的下水道里竟突然亮起一双眼睛 男孩顿时被吓了一跳 惊恐后才发现是个小丑 而纸船就在他的手上 一心想要拿回纸船的男孩 在小丑的引诱下 渐渐放松了警惕 可小丑的脸色却在这时变得阴沉 说话的同时还流下了口水 接着他递出男孩的小纸船 男孩见状便伸手去拿 可下一秒 男孩颂肩被咬掉一只胳膊 他艰难地往路中央爬 但小丑却并不打算放过他 将手慢慢伸向男孩 男孩彻底被拽进了下水道 地面留下的一滩血迹 也被雨水冲得一干二净 所有人都认为男孩已经死了 唯独男孩的哥哥比利 无法接受现实 他坚信弟弟只是被大水冲走 说不定就在镇上的某个下水道里 所以一放手架 他就带着小伙伴们 到镇上的下水道里挨个熊爪弟弟踪影 在他们熊爪的同时 小丑也物色好了自己第一个猎物 刚刚辍学的小黑 他的父母在不久前死于一场火灾 目前在叔叔的屠宰场打工 这天小黑在送货的途中 看到门缝里突然伸出好几双被烧焦的手 屋里也冒着浓烟 就跟家里起火时的场景一模一样 但就在这时 门突然被猛地打开 而在帘子后面站着的 是那个正在屠杀小孩的小丑 他看到小黑后 便双眼发光地眼朝他看来 然后举手跟小黑打招呼 小黑被吓懵了 一辆车子驶来 这才将小黑拉回了现实 近乎同时 远在图书馆的小胖也遇到了类似的怪事 由于刚转学到镇上 所以自己并没有什么朋友 只能每天泡在图书馆里 他最近很喜欢翻看小镇的历史记录 但这也让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书上记载 正上每隔27年 就会发生一起大规模的失踪案 而且失踪的大部分都是小孩 他不断地翻着书页 书上的图片也不断放大 最后出现了一颗挂在书上的小孩脑袋 小胖吓得赶紧合上书 不敢再看下去 就在这时 一个红色气球飘进屋内 而屋内除了小胖以外 所有人似乎都没注意到 小胖跟着气球来到了地下室 灯光昏明忽暗 气氛很是诡异 身后传来的异响 让小胖下意识扭头看去 结果却看到从楼梯上下来一个无头人 他朝着小胖猛冲了过去 追赶的过程中 那无头人竟然变成了小丑的样子 好在管理员大妈及时出现 小胖这才躲过了一截 他快步离开了图书馆 但没走几步 就被几个校霸堵住了去路 情急之下 小胖一脚将其踹开 自己也顺势拱下了山坡 在逃跑的途中 遇到了比利等人 虽然彼此关系并不熟悉 但看到小胖受伤 大家还是赶紧将他救了回去 这也让小胖成为了队伍中的一员 而队伍中唯一的女生莉莉 也同样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她发现自家的洗手池管道里 经常发出求救的声音 莉莉小心翼翼地向管道里望去 却什么也没看到 随后她找来卷尺 将卷尺伸进管道里一探究竟 没成想居然扯出了带血的发丝 下一秒 紧接着无数的发丝从管道冒出 将莉莉紧紧缠住 拉向管道口 随后大量的红色液体喷涌而出 将整个洗手间染成了红色 听到女儿尖叫声后 莉莉的父亲推蒙进来 但她却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莉莉赶紧将小伙伴们召集到家中 原来只有孩子 才能看到小丑制造出来的幻想 接下来要聋到比利了 这天半夜 她隐约听到弟弟在呼唤她 循着声音她来到地下室 竟然真的看到了失踪已久的弟弟 但弟弟的表情却渐渐地猙獰起来 随后慢慢开始腐烂 接着小丑突然出现 她将弟弟摁在水里 然后扭曲着身体向比利冲来 比利撒腿就跑 迅速关上了地下室的门 看来小丑的把戏 就是制造出孩子内心深处 最恐惧的幻想 从而各个击破 然后再将其通事 比如团队里的艾迪 是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药罐子 因此她看到的幻想 是一个全身涨满笼包的麻风病人 面对如此恶心的一幕 艾迪下得赶紧逃跑 但很快她就听到身后没了动静 那个麻风病人竟然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排三角形状的红色气球 而在气球下则明显躲着一个人 随着气球缓缓飘起 那张传闻了许久的小丑脸 也出现在了艾迪眼前